哈囉 大家好 我是蝦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我們的隨便檔 隨便檔環節啦 那今天我們5點半的時候是順利把這個 招洗腦的這個雞貓的關卡給他打掉喔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招洗腦的雞貓 進化之後究竟好不好用囉 進化成肉食鯨魚的這個高級戰鬥角色 招到是個洗腦喔 然後 善於攻擊不死生物 然後打倒不死生物 可以阻止起重生 喔 所以他是能夠進化不死生物 然後專打不死生物的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 原本的話是招洗腦的魚貓 戰鬥型的這個高級角色 招到洗腦 善於攻擊不死生物 他好不是生物可以阻止起重生 所以他一階就可以了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三階 受到加強洗腦後變成了 這個招受污染之大地的這個角色 能死獨擊無效 善於攻擊不死生物 有時候可以詛咒敵人 喔 欸他很猛欸 他可以詛咒又可以獨擊無效 然後又有我們這邊的這個進化的這個能力 算是蠻嘟嘟的感覺喔 大家會給他評判有多少分呢 也可以分享給這邊知道 好 我們來去找這個 不死關我給他練練手 試試手一下 不死生物的話呢 哇 這邊剛好都沒有欸 好 順便找一個關卡給他弄了喔 來 不死生物的話 死靈妖蝶嗎 這關好像會不會對他來太難了啦 我覺得我要去找一些就是比較 比較和藍可親的關卡給他試試看好了喔 我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 目前我們在打的是東南亞巡禮嗎 第二星 然後看一下 這邊有大呢啊各位 還是我們就直接派出來了 反正他強就很強啊 不行 那就算了 我們就 就在看怎麼辦 好 來來來 先看一下喔 金貓 反正我是負面行銷大魔王嘛 這還好吧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這邊就是 隨便亂玩派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把姆特貓換下來好了 看一下招新貓貓 他735塊啦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OK的 年度世界之輸 來了啦各位 這關好像就是那個瘋狂烈泊小湖的這個 領地吧對不對 其實我們的還蠻可愛的說真的 對啊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我們的欸 他的那個好像有點太藍色了 我們的這個是比較 偏白色可愛的那種感覺 但是感覺好像 也是很難突破欸 沒事沒事 先把這個小湖弄死 這邊還有那個欸 哇 不行啦 這關好像是要先那個啊 先把一隻小湖幹掉啊 然後再慢慢過去啊 要不然這個 後面這個 會開演唱會烘他 真的是麻煩啊 這邊看不太到我們這個 雞貓欸 我覺得這好可愛喔 這個顏色 你們比較喜歡他們原本的這個藍色呢 還是喜歡他現在這個樣子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配色好像蠻好看的 就是 比我目前來說就是我們之前 就是5點半看到的那一系列 好像還要再 更可愛一點點 是白色花紋的喔 好 我看一下喔 那邊 這邊 我們之前是用這套隊伍嘛 那我覺得這關的話應該就是先把那個誰啊 先把一開始的那隻小湖先殺掉 先殺掉我們再慢慢過去 應該會比較OK 剛才太快了 就慢慢一隻一隻慢慢扁這樣子 先把這個 松鼠給他打爛 然後開個慢速喔各位 這雖然才二星關卡 但我覺得這個 也是頂難搞的 頂搞頂搞的關卡 好 兩隻 我來了 這個狐狸來了 狐狸來了 好 這邊來看看我貓 慢慢扁 慢慢扁 反正小湖還打不到我們的塔就好了 那他打到我們的塔的話我們就完了 好來 先讓他這樣子 先慢慢扁 打一下 然後再讓他慢慢走過來 對 再讓他慢慢走過來 反正不要太早把他打到塔下 把他打到塔下的話我們就 沒辦法去做一波進攻幹嘛 大家要注意他會不會打到我們的這個塔 OK好 再打一下 Nice 這樣就死了 這樣死的話呢 那就是先等那個駱駝出來 OK 走Q 然後這邊 先把這些松鼠弄死了 弄死之後叫個雞貓這個宗斯 我考試宗斯這個位置有點 為尷尬 沒打到那個 我靠完了 我就是居然 都沒被弄到 好像還不錯 完了這個好像 都打到他腿前面啊 完了完了完了 哇 宗斯 對啊 白癡宗斯嗎 都打到那個松鼠啊 老哥 碰一下這個 完了 完了 呃 白癡喔 這真的很煩耶 沒錢沒錢 這松鼠群太多了 我先看一下目前我們後面的小狐兩隻 他會越升越多啦 所以在這之前的話真的要 趕快先把這個 洛洛給他避掉 不然就完了 可能那個抗 我覺得抗烈波的角色還是要多一點 C 挑挑囉 各位 怎麼會 怎麼會如此 尤其是這群 這群松鼠是發了神經耶 我的天 對啊 發了神經耶這個 完蛋 完蛋 各位 完蛋 看 一直來啊 各位 這個沒辦法 我當初好像真的就是先慢慢這樣 消過去了 OK 原貌 我靠 至少弄到一下吧 你看這個 兩隻演唱會 我的天 這個 我覺得一開始宙斯那個部分沒弄好就完了 那我覺得宙斯應該要放這個比較 後面這邊 因為先等這群松鼠被解決之後在那個喔 金貓玩 等一下啊 金貓 一定會有你秀臉的時候啊 可是不是現在啊 現在 要讓你秀臉 可能會比較 偏尷尬啊 好不好 阿屁我已經在努力了 等我一下 先不要急啊 一定會讓你秀到臉的喔 白癡 這松鼠群真的是太噁心了 哇 幹嘛啊 哇靠 那個小狐還在那邊瘋狂 對不對 瘋狂弄 完了 又來一隻 不要再裂波他了 一下 兩下 喔 死了 OK 兩下就死 其實還行啦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趕快 這邊只有一隻嘛 趕快先補上 先補上 然後魚人貓 然後等到這些松鼠變比較少之後呢 我們再來 再來咒死了 不然是空 這邊是不是空打 我的天 啊 要得過來了 你們 松鼠群的很討厭 咒死 咒死 這個好鬼先來一下好了 啊不是啊 好鬼為什麼又突然被咬到了那種感覺啊 是怎樣 wf 哇他在被震到了啦 被那個小狐震到了 完了白癡喔 欸很難捏 就要秀這個雞貓根本沒秀到嘛 耍智障啦各位 你看光輸這個惡人煮就吃到沒錢啦 要玩囉 BBQ囉 各位 完了 還沒讓他秀欸 我的天啊老哥 我要換個關卡讓他秀一下好了 我覺得要讓他去那個 哪邊啊哪邊我們那個 不死生物關卡然後稍微比較偏輕鬆的讓他秀一下好了 這個年度圖書館 不能不能 太機車了 看一下喔 這個 感覺怪斬繪之化就有 但是不能用那麼高級的我們要來去 怪斬化的這個異星 看一下 拉秀一下喔 這邊 只有這關 就這關有那個 就這關有那個不死的 不行不行不行更多的 還有哪裡 好萊塢啦好萊塢 好萊塢我記得有那個 有那個嘛對不對 有沒有那個公 公墓公墓來來來來公墓來 借測一下借測一下公墓 好來囉各位我們來打公墓啦 不過這關有狗炮耶完了 不過這隻真的蠻可愛的啊我比較喜歡這個配色你們覺得呢 他居然還可以擋住一下公墓 我覺得這配色比那個藍色還要還要可愛 這隻可以而且還要詛咒耶 喔 剛好不錯喔各位剛好不錯 他可以擋住一次的這個 拖動效果 我覺得可以耶而且你看他有這個詛咒效果 咬個幾下大概就爆了 會不會直接 用這隻啊直接直接把這個車歪啊這個 放到 看看5貓了 你看你看這個雞貓 你看 唉唷 唉 可愛耶很可 很可愛耶很強耶 我覺得有耶 你看他一個一個一個一邊咬一直咬 然後就把那個 公墓咬到這邊去了 大家會發現我記得這關如果是這樣的話那 公墓貓好像也可以喔 公墓貓應該更簡單 還不用 還不用擔心嗎直接一直狂出就好了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雞貓啊我覺得 這系列的話應該還是會有什麼 大狂的吸油幹嘛 我覺得應該會 到最後應該還是 還是會有就是他的加強版本 我覺得 唉完了 老哥 等一下啊 看他怪怪 看他怪怪看他怪怪 這邊的那個 這邊的那個 布仔包 要幫我給倒爛啦 但我覺得還是有機會耶你看有沒有 蠻強的 尤其是剛剛我們前面都沒在出盾牌對不對他直接把這個 公墓咬到一個爛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又咬回去了 他只是後面又被這個狗泡在那邊弄到 如果我們這邊 給他一些就是相對應的那個 雜魚狗貓幹嘛的話 應該是直接咬片了喔 還是得上盾牌我覺得 唉唷 咬爛了你看有沒有他 還是可以的 我因為這關是那個啦 這關是 這關是異星的 異星關卡所以不好說 啊我的天啊 異星關卡的部分不好說 剛好指出他也是 但他有這個詛咒效果這些的我就覺得還真的還不錯 看來要要要沒了 我很努力在秀他了我覺得這隻 真的挺可愛的 你們覺得 可以分享一下 以為他還想想法 真的是蠻卡哇伊的 尤其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黑白的比那個 藍色還可愛 你們覺得呢 可以分享一下 對他想法 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話 這個金貓的這個體驗環節就先體驗到這邊了在這樣體驗下去我怕大家會覺得他怎麼好像很爛 不是覺得應該沒有很爛啦 還是你們有一些其他方法 或者想法可以 給大家知道 陳明他明明就爛頭了你不要在那邊 這邊幫他幹嘛的 好啦我們現在撐住了好 只要繼續這樣 應該就可以了 加油啊 金貓有了有沒有 咬爛了 還有他打出了他的那個 打出了他的價值了各位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是小朋友大家 拜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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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